老鵝 是潮州最出名的美食之一 我們來到這間鵝肉店 聽說這家就開了很久 因為這裏的鵝比較肥美入味 所以相當受當地人的歡迎 我們就要半隻鵝 有頭有肉 兩大盆才100元 一打開就已經聞到露水的甜甜香味 我們就先試一塊鵝肉 果然不失所望 這個鵝皮半透明狀態 看起來好像很肥 但其實吃起來並不會有這種感覺 整個口感都是水嫩香滑 兩個字鮮甜 而鵝頭我一直都覺得是滷水的精髓 皮肉一樣嫩滑 而且由於薄身更加鮮甜入味 接著我們來到這家鵝腸火鍋 這裏是滷水湯底 所以這裏的食物都是鵝泥可去 而且老闆很熱情地幫我們選擇 有鵝肝、鵝腸、鵝爪、鵝血、鵝肉等等 原來這裏是沒有服務員的 都是老闆和老闆自己親自上神 很快的滷水湯就上桌了 我們發現這個滷水沒有剛剛那種甜味 是偏鹹的 而且加了少少辣椒 我們就試了一下質上白落的鵝腸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鵝腸已經被滷水浸透 從剛剛的白色變成滷水色 由於有少少辣 令到口感上更加豐富 吃得多都不會膩 滷水火鍋就是吃滷水 滷水做得好其他食物就自然好吃 兩種滷水就割有鵝腸 而且都沒有丟失滷水的本質 一樣好吃 火鍋的好處就是可以自己控制滷的程度 喜歡鮮甜多一點就吃現成 喜歡鹹一點點辣的就可以選火鍋 這期滷味就介紹到這裏 有機會去潮州的話 記得拿出來看看 再見 4000 3000 7000 7000 4000 7000